第十七彈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龍珠超VS扭蛋第十七彈 龍珠系列的扭蛋我一直都有留意 但不是每一彈都有買 主要是看看有沒有特別喜歡的才會去買 今次這彈的龍珠扭蛋 相信龍珠的粉絲都知道 是來自於龍珠第十套劇場版 也就是舊版布洛利三部曲當中第二部 當中最吸引我買的 就是有還原到劇中三符子的龜波器工 現在就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看看什麼 第一個我們先看看悟空 悟空的上色不錯 肌肉的線條也做得相當好 頭頂的光環也像在頭髮上 衣服上也沒有缺陷 第二個就到悟飯 也是和悟空的一樣 質素也不錯 衣服上的破爛細節也沒有抹膚 之後就到悟天 悟天的手形竟然是左右擺 而不是上下擺 這一點雖然有點怪 但也不影響整體的質素 最後就到布洛利 布洛利螢光的頭髮 上色相當好 身上也有還原到劇中的肌肉 頸環、裙子、褲子等細節也做得相當出色 這次的龍珠榴彈做得相當好 整體上來說也沒有什麼瑕疵 榴彈的價錢有這麼高的質素 實在令人有些經驗 整體上也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 以去這個龍珠榴彈的價錢來說 喜歡的朋友記得快點入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和訂閱 我們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